哭哭 熊宝贝心碎 遇给远距女友惊喜 却见她拥抱别人 发现了交往已久的爱人竟然劈腿 一定叫人心痛不已 看看下面这则新闻 可怜男主角的遭遇吧 日本推特用户T Radio Sound 发布了富有照片的推文 内容显示一名男子穿着泰迪兄服装 但却看见自己的女朋友 拥抱着另一个男人 推文写道 这名男子和他的女朋友是远距离恋爱 有一天男朋友打算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特意跋涉了2400公里 来到女朋友所住的城市 还穿着熊宝宝套装 不幸的是 他扮装来到女朋友家楼下时 竟撞见女朋友拥抱着另一个男人 男子不发抑郁地拿下熊宝宝的头罩 露出了面孔 此时女子才发现 他的男朋友就站在那边 男子随即带回头套转身离开 女朋友立刻追了上去 女朋友后来的确追上了男友 试着解释一切的经过 但看起来他并未回答 至于这对情侣的发展到底最后如何 不得而知 男子究竟是原谅他了 还是就此分手了 只能让网友们猜测 网路上流传的这组照片显示 这起事件发生在中国 最早是被上传到微博的 有些人认为这组照片时间抓得太巧了 应该是套好的 但没有人可以证明 如果这真的是真实事件的话 我们在此祝福熊宝贝男 早日走出情商 下一个会更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